你好,你好,我是小黄瓜 又是一个下完雨的日子 和上一个下雨的绝对不是同一个日子 但是又同样的非常让人感到放松的自然音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看一下,现在我眼前准备了一只小熊 今天呢,我们让这只小熊来给大家做催眠吧 看我的体勢 我好傻逼啊 因为这幅眉桶太大了 所以戴着感觉很像怪物 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带那么大的黑色眉桶 真的会很难,很奇怪 但是露视频好像还可以 又出远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小熊 走走 以前大家应该见过 好,开始了 好,开始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一点点长 它头上戴的这个是我给庞丁买的 给庞丁买的那个羞耻帽 就,庞丁如果那天我回到家 发现 呃,发现他有在家里劈过 喷,喷到过什么东西 如果要惩罚他的话 就会把这个东西在他头上 待一两个小时 庞丁带了这个东西 就会看起来非常的自卑 哈哈 你们懂吗 这是头低着活在那边 我才发现这项实在太残忍了 我就没给庞丁用了 带到他头上去了 耳朵 耳朵都压没了 洞喝 大概再用修慢 他后面的部罩再用 螢旋律 好,我都喝了 好,我都喝了 等一下,我都喝了 但是按照我的经验 一般我觉得比较魔鬼的声音 一定会有人喜欢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喜欢这边 出场 大纳楕大纳楕 不行不行這個太難聽了 還不如我自己抓呢 拉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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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一眼 好 好 呼呼呼 呼呼呼 呼呼 呼呼 這是一個頭非常非常小的 這是一個頭非常非常小的類似於棉花棒的東西 然後我在你們的耳朵裡面試試看 所以就算是真的 我實在看 一場面的過濃度 很難我 就像我現在的角色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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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包括一個有問題 啊 它是很奇怪的事 該喝水 啊我現在臉皮好壞 是不是這樣掛重點會舒服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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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掛重點會舒服壹點 就這樣掛重點會舒服壹點 就這樣掛重點會舒服壹點 這麼好 我試試看用這個來掛這個很粗糙的這一面 感覺很粗糙 啊 臉 臉 嗯 好 这个 它就在大利物中 有点大利物 很不错 这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 这 这个地方 就像这种方式 我可以在这种方式 我可以做这个地方 我可以做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汁银放到中间试试来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可以 在中间了吗 我在中间了吗 薄我的 薄我的 薄把 帅 好 也可以兩邊一起來 我會有兩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遠一點 再遠一點 好像聽多了會煩躁 再一個 再一次 再一次 再麻煩 这样 我真的會想用這組的圖示範 哈哈哈哈 这个看不到画面还好 你看像这样 看不到画面还挺正常的 但是看到画面就 魔鬼 不闹 以来是一个多 一半半 然后我准备了两个 本来是想拿那个小熊的头 背上泡沫给他洗个头什么的 但刚刚我忽然间发现 他毛有点短 然后那个质感不够明显 需要大一点的毛绒完后才能出那个效果 该天我把我的毛块拿过来洗澡吧 感觉洗这个胸 应该没有那味儿 也有可能挺好听的 算了 我们买掉自己试试看 我们先等会儿把这个泡沫装进被子里面 先听一下这个被子 这样子就行了 我先看着这个曹水 咱们不合格 再等会儿把这种泡沫装进去 一个地方 喉嚨有點癢 喉嚨 感覺會反車 字幕 李宗盛 等一下这个手有点出镜 捏得太紧 我已经闻到了翻车的味道 我先进行下一步 作为一个翻车老手 每次翻车之前我现在都 你知道吗 我都能感觉到那个味 那个细味的差别 它怎么不变成泡沫 是要加水吗 多挤一点 这个是这样的 挤出来是凝胶 然后挤开就会变泡沫 算了 用手吧 来说说好听 1,2,3,4,5,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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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聲音還蠻舒服的 我會開啟動 啊 泡泡进去了 泡泡进去了 完了完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泡泡没进去呢 感觉出来 这边进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别进去 不要进去啊 我错了 我错了 oh my god 完了完了完了 出来 我闭一下门 我闭一下门 你闭着门? 我闭着门 差一點點反准 沒有完全反准 上面動了 好 嚇死我了 我是真的挺喜歡這個賣的 只要是又給我弄 弄出什麼問題了 我會傷心的 好了 待會用石巾再擦一下 等你們看不到的時候 上一個視頻 上一個視頻我就說哪裡乖乖的 是有一個我挺喜歡的聲音沒做 然後我的外賣應該快到了 前面中場休息的時候 去叫了個麥當勞 現在應該快到了 我的電話分分鐘有 有被外賣小哥打進來的可能 因為我家樓下 就是通知我這邊可以按大門的門鈴壞了 我讀一把 我讀我在這個聲音做完之前 小哥應該不會送到 不然 不然就會爆炸 應該一下子能聽到非常嚇人的聲音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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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杰柱 注意 关于大家教我在露视频的时候都 邀邀嗑 其实 我是想这段时间的我最近正在面试 然后找一个像我一样聪明伶俐又善气人意的天台小妹家暴体阿姨 然后呢我准备就是找到合适的人之后 然后把直播这一块的计划重新捋一下 就是怎么样可以比较稳定的 因为现在好像一天比一天忙了 然后呢如果是有时候到家的话 到家的时间都不太能自己控制 所以如果我现在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前台的话 我就应该可以比较保证自己回家的时间 比如说晚上八点九点或者十点 怎么样前面前台都有人 所以呢一步步来 我想等我可以直播 忙好了之后可以直播的时候呢 你们不要嫌我太啰嗦 但是呢如果你们只是想听我说一些出反应 或者是念叨的话 我也可以找点鬼故事讲 或者下一期视频我给大家录几个鬼故事 大家如果觉得还可以 可以试试看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还有人跟我建议说 可以说一些大家听不懂的 不要说人话 说点 说点微笔把布的东西 那难度有多高你知道吗 或者我念西班牙语版的哈利波特 还是讲鬼故事 我可以试试看找几个鬼故事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下次见 拜拜小哥还没等于 拜拜 拜拜